哈喽,Automachic 的朋友们 又到了这个每周上60的时段啦 上一周的车谈有什么重点新闻呢? 现在就让我小明带大家去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上个星期发表的新车 第一个就是 下一代的 BMW 2 Series Coupe 正式登场 虽然这个名字都有 2 Series 啦 但是这个 Coupe 版本和已经在我们这里上市的 这个 BMW 2 Series Grand Coupe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来到这一代 这个 2 Series Grand Coupe 已经和最新的 1 Series 一样 成为了前轮驱动的车款 主要是为了带来更多的空间 还有就是这个成本考量啦 但是呢 2 Series Coupe 则没有放弃 BMW 原本的精髓 它还是一款真正的 Real Wheel Drive 采用的是 G 世代的 CLAR 模组化平台 也因此它的代号是 G42 而 218i 的这个 Grand Coupe 的 F44 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外形啦 首先在这个身形上 新一代的 2 Series Coupe 算是长大了不少 它长了 105mm 宽了 64mm 而轴距方面呢 也是多了一个 51mm 同时呢 前后的这个轮距也是有所加宽 加上更加矮的这个车高啊 让这个新的 2 Series Coupe 整体看起来是更加的低趴 那讲回外形啦 其实这个车头呢 我是觉得还挺 ok 的 瑞丽的 LED 头灯组设计 没有 Laser 头灯 没有大鼻子 而且是非常修长的这个双胜水像护照 它配同样很锐利着这个保鲜杆 隔山设计 整个其实看起来就很方针 很硬线条 有一种看起来复古 但又同时很新世代时髦的感觉 其实这个车头我个人是觉得 帅 但是来到车车的部分啊 我就有点不确定了 因为感觉上好像有点复古过头 方针到好像不够流线 不够运动的感觉 but anyway 后轮拱那个肌肉感十足的设计 还是很加分的 只是来到车尾部分呢 嗯 大家想到了什么呢 那相比起风格截然不同的外貌 内装方面呢 这个新一代的 2 Series Coupe 就没有什么惊喜了 它算是照搬了 G20 3 Series 的整个内装 也是一个最新的家族风格啦 拥有 12.3 吋的全液晶仪表盘 以及 10.25 吋的 BMW Operating System 7 也就是 iDrive 7.0啦 不过呢 我个人是很喜欢它的这个门板设计 那个氛围灯很酷 而且开门的时候还会一闪一闪 门板后方还有 3D 的菱形设计 算是相当的前卫 还有这一对电动真皮座椅 看起来包覆性十足 支撑性应该很好 做起来也应该很舒服 新一代的 2 Series Coupe 目前只公布了两种汽油车型 分别是入门的 220i M Sport 以及性能版的 M240i X-Drive 至于大哥 M2 则是暂时还没有出来 M220i M Sport 搭载的是 2.04 缸的涡轮增压引擎 可产生 184hp 的最大马力 以及 300Nm 的峰值扭力 并透过巴速的自排变速箱 传送斗力至后轮 至于二哥 M240i 则是搭载 BMW 的另外一个精髓 也就是 3.0L 的直列六缸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为 374hp 分子扭力则是高达 500Nm 同样也是搭配巴速的自排 但是它有偏向后驱设定的 X-Drive全驱系统 这样的组合呢 让它的 0x 加速只需要 10.3 秒 那这个新一代的 2 Series Coupe 这回也拥有 M Sport Adaptive Suspension 电子悬吊 可根据不同的驾驶模式呢 自动调整悬吊的硬度和支撑性 提供一个更全面的驾驶乐趣 而车底架构方面呢 钢性也比上一代车型提高了 12% 预计能够带来更好的操控 你喜欢这样的 2 Series Coupe 吗 老实说 看起来呢 我目前还是比较偏好上一代的 M2 那种小小玲珑的感觉啦 那相比之下 这个新的 2 Series Coupe 看起来就好像似乎有点太大值了 第二则新闻 曾经和我们有关系的 英国莲花跑车 Lotus 有新作品了 那在副爸爸 Gigli 注资以后 Lotus 如今就发表了全新开发的 Amyra 而原厂这回更表明它将会是最后一款 纯燃油的莲花跑车 代号 Type 131 的 Amira 是 Lotus 最新的重置引擎小宝车 并将会取代 今年年尾就会停产的 Alice Exige 以及 Evora 它的主要对手是 Toyota Supra Porsche 718 以及 Alpine A110 这三款双门小宝车 Amyra 是基于被称为 Elemento 的 Lotus Sports Car Architecture 粘合式铝合金车体架构打造而成 轻量化高刚性是必然了的啦 加上特别的粘合技术 相信车底会非常的扎实 而且它还是采用一个中置引擎布局 搭配纯厚轮驱动的配置 相信在操控还有驾驶乐趣上 还是会维持Lotus一贯好玩的特性 值得一提的是 Amyra 它还是依旧采用 Hydraulic油压式的转向辅助系统 而不是纯电操作 为的就是维持更为纯粹的转向感 不过和以往Lotus小宝车那一种 已经接近Go Kart的纯粹 Amyra 算是奢华了非常多 首先它就备有电子悬吊系统 保证了舒适性 而在外形上也是看起来 也是比以往的Lotus高贵了很多 在设计上它就大量继承了 Lotus最新的纯电跑车 Awaya 的风格 这个车头讲真的是很锐利 很犀利的感觉 而车侧的腰线也是极具张力 还有漂亮的导风口设计 车尾部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地方 除了有可以直接看到 引擎式的玻璃导风镜以外呢 它还有这个很静致的 LED横观式围灯组 下方的扰流器也很有战斗格的感觉 但是改变更多的还是在内装 相比起以往的莲花小跑车 Amyra 算是非常的实际化了 我们不再看到那个很高的 侧门门槛 上下车变得更容易 不过奢华才是Amyra 的重点 整个Dashboard 以皮革和Alcantara 几皮组成 包括非常精致的方向盘 也是Alcantara 抱负 同时还有前所未见的 12.3寸全液晶仪表盘 它甚至还有这个 10.25寸的悬浮式主机 理材方面和这个X50是有点像啦 但是这个主机可是支援 Apple CarPlay 还有Android Auto 的 同时还有科技化 但是又很有战斗格的 Push Start Button 就连它的这个排弹杆 都是科技感十足的电子排弹杆 整个奢华和精致 基本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在以往的Lotus跑车上 我看着它的这个电动调整的座椅 基本上也是豪华外加舒适的感觉 看起来一点都不腰疼 你甚至还可以找到 不少的植物空间 是不是很不Lotus 不止如此 Lotus 还为这个Amiro 导入了 Adax 先进主动式安全配备 功能方面齐全到 连主动式定速巡航都有 算是非常安全的 跑车了 而在动力部分也算是一个小惊喜 因为除了目前的Toyota 3.5L V6 机械增压引擎 搭配六速手排或自排 这个Lotus 经典的组合以外 接下来Amiro 还会追加 AMG 代号 M139 的 2.0 涡轮增压引擎 搭配八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没有错 就是来自地表最强 2.0 高炮 AMG A45 的那个动力组合了 哇 这个真的是很不一样耶 有没有很期待 目前Lotus 暂时还没有公布 这两具引擎的输出 但是已经确定马力会从360匹起跳到400匹的一个境界 而扭力方面呢 则是400Nm 到430Nm 预计这一款最新的英国小跑车 可以在4.5秒内破百 而急速呢 则可以达到290km per hour Don't prepare ok 怎样 Supra 718 还是这个Amiro 欢迎在下方留言 告诉我你的选择 Ok 啦 讲完了跑车 我们接下来来接接地气 Mazda 官方初步确认 新一代的 CX-5 规格 将会采用全新平台 搭配全新开发的 Sky Active X 直列六缸引擎 哇哦 这一项消息其实是由 Mazda 的高层 在一项活动上所透露出来 作为澳洲 Mazda 的执行长就表示了 新一代的平台将会率先使用在 这一个日式品牌的一些主力车型上 包括目前最受欢迎的 SUV 车种 它更直接点名 包括 CX-5 此外 这位高层也提到 Mazda 将会继续投资开发 新一代的高效率内软机引擎 包括 Sky FDX 以及全新的直列六缸引擎 这些引擎呢 未来都将会搭载于新一代的中大型平台车型 也就是 CX-5 以上的帅款了 无论如何 目前官方是还没有透露任何关于这个全新平台 以及直列六缸引擎的任何详情 只不过其实之前就已经有消息指出了 这个全新的平台将会是一个后驱平台 而全新的直列六缸引擎呢 则是采用 3.0 公升的排气量 并导入 48V 的轻度混动技术 以带来更好的油耗以及排放表现 搭配 Sky FDX 六速自排变速箱 外加 AWD全驱系统 预计马力将会是 282 HP 而扭力更是高达 340 Nm 这样的这个 CX-5 听起来就是瞄准双B的豪华 SUV 的感觉 好像没有那么接替器了 但是也符合 Mazda 追求 premium 高端定位的形象啦 只不过关于这个新一代的 CX-5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那就是 Mazda 将会为它推出两种车型 一款是继续采用全驱平台的 CX-5 而另一款呢 则是采用这个所谓的后驱平台的运动 SUV 也就是传说中的 CX-50 了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可能很快我们就会知道了 因为据说这个新一代的 CX-5 将会在年尾的洛杉矶车展首发 也就是还有三个月的时间这样啦 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吧 第四则新闻 Toyota Avanza 据说这个新一代的 Avanza 将会换牙箱哦 根据本地马来媒体 Fantastic Go 的报导 有印尼的车媒日前就爆料指出 Toyota Avanza 将会在今年的 11 月正式推出大改款车型 这一回新一代的 Avanza 将会告别传统的后轮传动形式 以及比较耐操的这个半非承载式 也就是 Half Leather Frame 的这个底盘 而是将会以一般家庭车所使用 更加舒服更加细腻的承载式 Monocode 的车身设计 同时也会采用一个全驱的设置 而在引擎方面呢 这个印尼承美就爆料说 新一代的 Avanza 将会继续使用 1.5 公升的自然机器引擎 不过老旧的四速自排将会被淘汰 更换成全新的 CVT 变速箱 而安全备备方面也会提升到 6 个 Airbag 那么多 并且备有 Toyota Safety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如此看来 这个新一代的 Toyota Avanza 感觉上 在乘坐品质 还有安全性上 会有很大的提升哦 那值得一提的是 在印尼和 Avanza 是孪生兄弟的 Daihazu Senior 这回并不会追随新一代的 Avanza 它的大概款将会继续维持后轮驱动的设定 继续成为 载货 拉人 应付烂路都行的 实用型 Workhorse 工作车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 之前有消息就指出 这个新一代的 Avanza 很有可能会是全新的 Produa MPV 的兄弟车哦 这样子看来 这个新一代 Avanza 的规格 会是如何 对我们来说 就很重要一下了哦 那我个人估计 这个全驱平台就是 DNGA 了 至于动力方面呢 嗯 你希望看到我国的新一代 Avanza 会是使用 1.5na 还是 1.2 公升的 Hybrid 混合动力系统呢 最后一节新闻 我们来讲一讲东云战争 Nissan GT-R 首先目前的这个 R35 设型呢 已经面试一个十多年了啦 但是 Nissan 似乎还没有办法推出大改款的 R36 但是现在的这个 R35 其实 以性能还有这个操控来讲 还是相当的老当益壮的 只是在应付这个越来越严格的排放法规 还有这个最新的噪音法规上呢 就过不到了啦 不过 Nissan 已经是有解决方案了的 那就是推出大幅提升 大幅升级的小改款车型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这个小改款呢 将会继续使用 代号 VR38D 1TT 的 3.8 公升 V6 双涡轮增压引擎 那这原厂将会为它加入 48V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来应付排放法规 在最大的马力方面呢 预计将会增长至600PS 的大关 同时在外形方面 原厂也会为它做出一个很大的调整 来维持新鲜感 与此同时 上一代的 R34 战神 最近在我国的身价 似乎有越来越夸张的趋势哦 日前一家本地著名的平行汽车入口商 Mutyara Motors 就刊登了这么一则广告 一辆车况看起来还很精神的 Nissan Skyline GT-R R34 而且还是全球限量718台的 V-SPEC 2 NER 那这个 NER 其实就是 NERBURING 的意思 这个版本其实是Nissan 在 2001 年所推出的 它所搭载的 RB26 DTT 直列六缸双涡轮引擎 其实进行了不少升级 像是采用了加大的涡轮 提升它的 Boost Bar 增压值 让它的最大马力进一步提升至 330hp 同时这个版本还采用了更硬的悬挂设定 加大的自动系统 以及采用了轻量化的碳纤维引擎盖 而且这位Mutyara Motors 所找到的 这一辆 V-SPEC 2 NERBURG 还是特别的 Millenium Jade 翡翠绿的这个车身配色 当年这个配色只有156辆而已 而且这辆由Mutyara Motors 所引入的 Reconter 它还换上了由 Race 代工制造的 Nispore LM GD4 轮圈 哇 这样子的车况 加上它又是现在大家都在追求的 Classic JDM 战神代表 R34 又是最顶级的这个限量版本哦 所以它卖多少钱呢? 200万令吉 你觉得很夸张? 那我告诉你 这一辆在日本排卖行刚刚成交 只走了10公里的白色同款 R34 它的成交价格也是 200 万令吉 但是 这一个是还没有报过 Tax 哦?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这个 After Tax 的 200 万 V-SPEC NERBURG 便宜了? 情怀无价的朋友们 虽然都是被炒出来的啦 好啦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美座 360 的所有内容 老问题一句 刚才我所说的这些车 你对哪一台有感觉?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还有分享出去 当然 最重要的是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 找多多人来 Subscribe 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 Stay Safe Stay Healthy 以目前来讲 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好啦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Bye Bye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